都2020年了你才玩传说之下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玩一玩传说之下 然后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游戏 传说之下看起来像一款角色扮演类的剧情游戏 故事的背景是人类和怪物争地球 结果人类获胜怪物被永封地下 然后就有一座山 传说上去的人都消失了 我们的主角也是失足掉下了山崖 故事就在这里开始了 首先为追逐的人命名 我们就叫他君阳兄吧 君阳兄 你们的君阳兄跌下山崖生死不明 游戏开始了 我们看上去像一位小姑娘呀 这里有一片花地 可能是我们掉到花地上没有死 咱们一起去探索一下这个地下世界吧 这边有一个盲直接进入 一朵向日葵 它说我是小花 花居然说话了 它肯定是个怪物咯 它在说什么呀 怎么听不懂呢 直接就开始了 开始什么 这颗心是我的灵魂 哦 等级变强 我的心就会变强 every 蜡 它要给我什么东西 在地下世界 蜡是通过 什么意思 白色的有一颗粒 准备好了吗 动起来 让我接 我才不接的好吗 想坑我门都没有 这个向日葵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又来 我躲 哎呀 不小心碰到了 我去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这个表情 我们是挂掉了吗 在这个世界不是杀人 就是被杀 我去我们这是要挂掉了吗 完了 这则小花实在是太可恨了 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当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 先不要相信任何人 哎 发生了什么 我们没死 小花被打跑了 这是什么人 怪物 它看起来好像一只羊 它是什么东西的管理人 每天都来这个地方 看有没有人坠落 已经很有没有人来这里了 它要带我们穿过这片陵墓 我可不认为它是什么好人 如果它每天都来看 有没有人掉下来的话 那么为什么来这个山上的人 没有回去的呢 先静观其变吧 反正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进入这个门 欢迎来到你的新家 这里什么时候成我的新家了呀 它是我的指导者 这里到处都是谜题 需要解谜 我随便走了一下 没想到就来过来了 接下来就需要我们解谜了吗 做了记号 这边是三个箭头 三个箭头 哦 这就是做的记号呀 原来如此 看看下一个房间有什么 在地下世界 你可能会受到怪物的袭击 当陷入战斗的时候 我可以友善地和他们交谈 然后等待这个阳怪来替我们解围 我们来试一下 什么战斗啊 遭遇了一个木偶 呃 什么意思啊 我们要怎么战斗呢 下面是什么 哦 原来是这样 我们是把他杀了吗 假人不是用来打 是用来聊天的 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 对吧 这可说不准 这个房间有一个谜题 我们来解一下 什么样子的 嗯 发生了什么 突然就进入战斗了 我们先试试嘴顿吧 先称赞他一下 呃 飘飘然了 哈哈 还好 果然不管在哪里 称赞别人都是最好的交流方式 这是小青蛙走了 我们获得了胜利 看来这些怪物可以打也可以不打 完全取决于你 这就是这个房间的谜题吗 怎么没有反应了 哦 这就是谜题了 牵着他的手 哇哇哇 六啊 这些东西都抓不到他 呃 这个路线 他是怎么知道的 该不会是猜的吧 没有线索也没法解啊 这个谜题有点危险 是太危险了好吗 果然 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从这个房子的一头 走到另一头 有什么难的吗 有机关吗 还是有怪物 我有点黄 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有那么一直走吗 越是这样 越有点黄啊 该不会这个房间是无线循环 哦不是 这个完了 特是独立性 让我们自己待在这里 给我了一部手机 还可以打电话 哇 这个地下世界也是高科技啊 难道我们真的就待在这个房间里吗 我们进不去这个柱子 它刚才在里面出来的 我是不会在这个房间里等着的 哎 这不是刚才那个小青蛙吗 洋怪给我们打电话了 我们肯定已经出了房子了呀 前面有谜题 如果我们单独去解的话就太危险了 让我老老实待着是不存在的 哎 这是什么 这是枯叶堆 然后我们还可以存档 难道这是存档的地方 这边是什么 一座墓碑 上面写着 每人一颗拿来一颗糖 按C打开菜单 C C C 物品 怪物糖果 这是什么东西 说明 哦这是回复HP的 能不能多拿几颗 好像是不行啊 然后这边是什么 我也好奇是什么样的谜题呢 直接进入怪物了 温顺的接近了 这个怪物温顺的接近了 咱们这次战斗 啊 直接就干掉它了 对不起 毕竟身处陌生环境 哎 怎么了 掉下来了 这是什么地方 又回来了 难道这就是谜题 呃 让我选东西 随便选了一个 这只羊怪到底要干嘛呀 给我准备吃的吗 他说谢谢我们的耐心 但是我们没有在房子里 而且还不小心杀了一个怪物 哎 这块石子居然可以推 哦 我们把那个地刺给弄下去了 不好意思 一不小心解了个谜题 过敏症 这是羊怪怎么婆婆妈妈的 而且还搞得这么神秘 不管它了 咱们直接走 这里是一间房间吗 这个东西一碰就会掉下去 呃 这边好像是那种树叶 但是没有路了呀 请不要踩树叶 好吧 他们不踩 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 见面看看 又回来了 这里难得要解谜 经过不断的潮湿 我终于找到正确的路了 哎 就是这样的 哈哈 这种机关能不能只能一遍一遍的事吗 这里就简单了 把石头推过来 哎 没反应 这石头也可以说话吗 嗯 诶 狮子自己跑了 呃 这 好吧 诶 什么鬼 它玩我 好吧 走 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活物啊 这边有一个猩猩 还有一个奶酪 原来如此 这个猩猩是存档的呀 OK 已经存档 这个奶酪 我们能吃吗 哦 芝士 棉子桌子散了 散了 我还不至于 鸡不择食 这是什么 有人在睡觉吗 这是 这是一扇门吗 幽灵啊 它在假装睡觉 我们要推开它吗 不推开了 但是过不去 也不推开 啊 这 只能把它推开了 还得走一遍流程 是 直接战斗 我们这次不暴力了 直接来个行动 然后用嘴盾吧 鼓励一下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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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居然哭了 不对 它这是在攻击我呀 啊 这款游戏的战斗方式很特别呀 手残的肯定玩不了啊 调情 和一只幽灵调情 我肯定是脑子秀动了 你没有兴致 我还没有兴致的好吗 然后在干嘛 威胁 不要威胁了 再鼓励一下 讲了一个笑话 你还笑了 黑黑的笑 然后 你就用眼睛来攻击我 这算什么呀 这边的仁慈是什么意思啊 饶术 诶 你这是干嘛呀 我点了饶术了呀 饶了我吧兄弟 再点一下仁慈 呃 行不行吗 啊不行 好吧 是你逼我的 直接战斗把你干掉 那我直接战斗了 算了 还是行动吧 看看不杀他 能不能过关 调情 啊调情也不行 鼓励也不行 威胁试试 呃 哇 是你逼我的 直接战斗 呃 呃 他的血还很厚 哦 原来是回合制的 你打一下 我打一下 我的鼓励 我没有鼓励啊 我直接干他了 又解释吧 呃 好难呀感觉 后边不知道多难 现在已经很难 啊呀完了 好吧 我少了一滴血 再来 打不死你还 再来呀 哇 越来越密集了 小心小心小心 OK 躲过去了 再给他一刀 还有两刀就完了 我坚持住 坚持住 这个比较好躲 OK 再给他来一刀 OK 果然 诶 诶 完了吗 幽灵是死不掉了 他在降低我的HP 假装你把我击败了 好吧 算你狠啊 小伙子 你们在抹我的血 打算来个车轮战嘛 继续前进 诶 又碰下这只青花了 一麦 吃些蜘蛛制品 不好意思 不感兴趣 咱们继续赶路 哦 这边好多青蛙呀 有什么特殊的吗 哎呦 这东西不能碰 看来是要解谜了 那我们就继续试吧 我挨个试 嘿嘿 诶 这有什么 发生了什么 哦 找到机关了 OK 这有个蓝色的东西 开关 什么也没发生 远处的门并不是输口 只是表示世界的旋转 好吧 这里有好几个按钮 哎 直接过来了 最高的柱子后面 有个蓝色的开关 在这里 咔嚓一下 又过关了 这就是解谜啊 我支持280的档 完全用不上啊 直接给提示这个还行 呃 红色的开关 红色的开关 这是黄色的 红色在这里 按一下 4 呃 这直接给提示可还行 蓝色的 看提示 绿色的 没有绿色的呀 看柱子后面有没有 哎 还真的有开关 4 过关了 OK 直接过关了 没有解谜 这里有一棵巨大的树 你比我摄像荣花店的时间要长 你不是让我在房间里待着吗 呃 帮我疗伤 清洗 我怎么感觉你这么不对劲呢 准备了什么 诶 这有存档点 先存档一下 OK 兄弟们 本期视频也够长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玩传说之下的话 一定要点赞关注 有没有下一期全靠你们了 拜拜